大家好,这里是百味厨娘 方面如何排气,做出来的馒头才会好吃 今天我就从货面开始讲起 90毫升温水中加入一小勺白糖 先把白糖搅化 然后加入两颗酵母 继续把酵母搅化 加入到250克左右的面粉中 边搅边加 加至絮状的时候下手揉成面团 面团揉光滑以后 放在碗中,用保鲜膜盖住开始紧发 一个小时左右面团就发好了 扯开来看看 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蜂蜗组织 看起来非常的蓬松渲软 我们用手扯开来看看 它的组织也是非常的紧密 像这种程度面团就发好了 在案板上撒上一些面粉 把面团拿出来 先揉搓一下,沾上一些干面粉 待会揉的时候不容易粘手 揉成一个长条以后 我们用擀面杖 像这样给它不停的按压 按压成薄片以后折叠起来 继续按压 这个步骤重复做两到三次 然后我们再次把面团揉起来 像洗衣服这样揉 揉个两到三次 我们把面团团起来 这会儿面团已经变得非常光滑了 咱们的排气就做好了 切开来看看 非常的光滑平整 没有什么大的气泡 像这种面团做出来的馒头 非常的蓬松渲软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紧实 非常的有嚼劲 好了 豁面揉面 发面排气 这些小技巧你都学会了吗 这里是百味厨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